今年透过网络平台的诈骗广告与假名人投资广告层出不穷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已经与Google团队达成三项共识 将加速冒名投资广告下架 并由刑事局提供诈骗样态资讯 作为高风险广告拦阻下架参考 同时双方建立打诈联系平台 并举办打诈工作坊 最新的投资大片的一个清单 我们会提供给Google 他们会针对这些清单来进行管制 也就是进行元头前的一个 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个投资广告的话 可以针对这个名单 在元头就把它做 第二个我们会跟Google建立一个 来分享最新的投资大片的一个样态 让他们也能够去思考跟精进 怎么样在他们的一个系统里面 来协助政府这个主角诈骗的一个行为 第三是我们会建立一个通道 来快速的传递相关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也会成立一个工作坊 针对这些诈骗的这些行为 来政府跟民间一起来做一些讨论 那怎么样及时的提出因应的一个方案 对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日前提到 如果他当选总统要在90天内 让诈骗集团都消失 对此林又昌也做出回应 诈骗的一个集团呢 很多都是在海外 不一定是在境内 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种 这个跨境的 然后金融的犯罪 科技的犯罪 以及最近也加上暴力的犯罪 所以是一种复合性性样态的犯罪 的一种心态 我想大家都非常希望说 这些犯罪的行为能够被人知道 不过我们也必须顾示 牛昌表示 打击诈骗是全民共识 必须锁定通路精准打击 因此从源头端的Meta YouTube Google等社群平台 通路端的Line 与电商物流等 希望能点线面连结 全面主角诈骗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